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里的成熟 它不是指的常规意义上理解的社交层面的世故圆滑 不是指常规意义理解的社交层面的会做人 八面玲珑左右逢圆 不是这样 我们这里所说的成熟也不等同于我们所说的老 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老是一个生理的阶段 但是成熟与否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 老属于现象节 成熟属于精神节 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维度 分出两个不同的界面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一点上要有常识性的认识 对人的成熟也可以有一定的鉴别力 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叫衰老衰老衰老 其实这两个词不应该放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衰呀 它很多时候指的是人的精神的沉沦 精神的堕落 而老这个词啊 它指的是人的身体的退步 身体的退化 它们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的生活 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常说衰老 但是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往往有些人是为老现衰 他还很年轻 但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照气 他还很年轻 但他身上找不到活力 他还很年轻 但他对于天真的问题已经没有了思考 他还很年轻 但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郑重而严肃的对待生活 为老现衰 这是一种精神往下坠的力量 是一种精神受到地心引力 往下堕落的力量 所以衰它指的是人由内而外的一种腐坏 由内而外的一种堕落 精神气象的一种浑浊 什么是老 它指的是身体的退化 身体的退步 你的身体上的各个关节可能不怎么会灵活了 但是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充满了这样的人 叫做老而未衰 老而不衰 他的年龄的增长 只是让他的气象更加清澈 他的年龄的增长 只是让他的精神状态更加成名 你会觉得这样的人 是在越来越老 但是他越来越纯洁 他越来越通透 他越来越美丽 我以前曾经跟我的朋友分享过我的一个心得 我们不可改变的是 We are growing old 我们在变老 不可改变 但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抵抗着grow old 因为grow old它是整个向下的一种力量 有没有一种往上的力量能够对抗着grow old 有 叫grow up 长大 成长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也跟大家分享 精神上不断地向着光 不断地升华和成长 有一天我们的机体都会坏掉 都会不怎么听话 没关系 让你的精神向着光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越来越真 越来越善 越来越美丽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 一种向上的力量 一种向上的力量 向光 一种向下的力量 叫重力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growing old是一种向下的力量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拥保美丽 拥保内心的一种健康 一种清澈 一种清新 一种和谐 我们就要不断地在自己有生之年 永不停歇地往上成长 不断地成长 唯有grow up 才能够抵御住grow old的向下的力量 你会慢慢地活成一束光 谁若接近你 就是接近光 这是人生在世 对自己的一种责任和使命啊 我是这么想的 是吧 人只活一次 你怎么舍得让自己短暂的一生 是丑陋的 你怎么舍得让自己短暂的一生 只是在往下坠落 即便是坠落 也应该具有落日般的华丽吧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好